欢迎收看大象真白 我是二师兄 200年后人类的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 可以把人体或人体的部分器官冷冻保存 再在合适的时机唤醒 身患绝症的云天明 通过大脑的摘取与冷冻进入冬眠 百年后三体人的科技 使得他得以复活 这是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中的描述 而在现实生活中 三体的评审女作家杜宏 在被确诊为一线癌后 选择像书中那样 将自己的头部冷冻起来 等待未来技术让自己复生 他也是中国第一例人体冷冻 从理论上讲 即使没有心跳 细胞也会活下去 早在1962年 人体冷冻之父罗伯特·艾廷格 出版了永生不死的前景 提出了一个在当时让人难以置信的观点 死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如果身体被动得足够快 死亡是可以逆转的 有人敢说就有人敢信 29岁的电工尼尔森 觉得这事值得一试 马上成立了自己的团队 开始正儿八经地研究人体冷冻 1967年1月12日 一位名叫詹姆斯·贝德福德的心理学教授 成为史上第一个被冷冻保存的人 他因突发性心肺衰竭而离世 把遗体交给了尼尔森团队 留下了10万美元 作为保存遗体的费用 他的家人每年都会向医院提供一笔钱 但只持续了20年 后来家人觉得没有必要 就没再续费了 但是冷冻机构并没有放弃詹姆斯 他依然被封存在液态弹中 按照预想 詹姆斯的解冻手术应该在他死后50年 也就是2017年正式进行 不过很可惜 由于技术原因 他还是没能复活 但尽管如此 目前还是有超过300个病人 被保存在各个人体冷冻公司 就像冷冻机构宣传的 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你 肯定会被再次唤醒 但是可以保证的是 如果你被埋葬或火化 你肯定会永远消失 所以如果有机会 你会选择人体冷冻吗 欢迎在弹幕里留言 会的扣1 不会的扣2 那么 人体冷冻真的值得期待吗 首先 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 人体冷冻技术 是将人体玻璃化 我们吃的冷冻肉 一般是直接在 零下25摄氏度冰冻的 这个条件下 细胞液在结晶过程中膨胀 导致细胞破裂 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 升温解冻后 肉也会变成护状 但是人体冷冻可以使用冷冻保护器 和控制冷却温度 来实现玻璃化 让细胞液处于介于液态 与布态之间的假死状态 那么 把一个人动起来 总共需要几步呢 答案是三步 首先你要成为冷冻机构的会员 目前这种机构 全世界大概有十多家 第二步 被冷冻的人必须宣告合法死亡 也就是心脏停止跳动 然后接受抗血液凝固的手术 接着身体会在干冰床上 或者液氮蒸汽下 将一种名为 二甲基亚风的冷冻保护器 从双侧颈动脉注入 并通过胸部按压 以及球囊呼吸器来保持循环 冷却至零下190摄氏度 完成玻璃化过程 最后一步 是将人头朝下 插入一个充满液氮的大型金属罐中 温度在零下196摄氏度 有的机构可以选择单人间 但大多数只能住进多人间 比如 俄罗斯的Korea Rus 一台3立方米的冷冻机中 需要放置7具尸体 冰冻起来的任务 看起来完成了 那么解冻之后的复活呢 支持人体冷冻的低温生物学家 把复活的希望 寄托在生物工程和分子纳米基础上 他们预测 第一次解冻 可能发生在2040年左右 但主流科学界对此并不看好 认为这不是正规的医学实践 事实上 目前玻璃化细胞和简单的组织 是可以实现的 比如卵子 精子 干细胞 眼角膜 都是可以被定期解冻和成功移植的 但是在动物体上的复活尝试都失败了 一个小型哺乳动物被成功冷冻 并复活的例子都没有 像人类这种大型的哺乳动物 目前也只是只管动 不管活 即便将来成功复活了 意识能恢复吗 还有记忆和思考吗 会以什么样的状态活着 都是未知数 我们在一开始提到的三体女编审 杜宏的遗脑 保存在美国洛杉矶的阿尔科总部 工作人员说 目前杜宏的脑部 与刚冷冻时的状态一模一样 也许 人体冷冻技术 只是为了迎合人类最原始的 对死亡的恐惧和永生的渴望 而做起来的卑劣的生意 但对技术抱有乐观态度的人 则认为 哪怕希望再小 也值得尝试 感谢观看